香草鲜虾歐姆蛋 那個中間要熟不熟的那個階段 哇 真假形 非常漂亮 你看這個顏色 可以想像出這個嫩度 比起什麼 日本那個玉子燒還嫩 對不對 沒有 幼生那個很棒 大家好 我是米澤 搞炸 Good morning 嗨唷 是不是很奇怪 我們怎麼都在說早安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跟早餐有關 那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早餐 又可以吃到很輕盈呢 沒錯 我要教大家來做一個 歐姆蛋 歐姆蛋很難做 不會啦 很簡單 來 先歐姆蛋然後變炒蛋 明明就是要做歐姆蛋 欸 怎麼變炒蛋 然後算了算了 放心 我今天來教大家怎麼去做 一個漂亮的歐姆蛋 我們這裡有三顆蛋 然後我們液體呢 一般在飯店或是餐廳 一定會使用就是 鮮奶油 可是我要吃的輕盈 我是不是又怕這些鮮奶油的爐子 所以我今天用的就是鮮奶 就把它加進去 加進去了之後 我們再加少許的鹽 那鹽的作用 其實可以增加蛋的滑嫩度喔 那這裡的操作方式就很簡單 就是把它打散 打得越均勻越好 但是不用把它打到發泡 只要均勻 不用過篩也沒關係 就只要把它打散就好了 那我們蛋打好了之後 就準備一個小的平底鍋 盡量越小越好 那我們就加少許的油 然後用餐巾紙稍微把它抹表面 表面就好不要太多油 因為它畢竟還是不沾鍋 那火力的話就用小火 非常小的小火 就把蛋放進去 那接著蛋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把火稍微再往大一點點下去開 那你在攪拌的當中 你就可以發現它其實蛋已經開始在熟成 那你就盡量去把它攪拌 那攪拌到什麼程度呢 一定要讓你所有的蛋熟成 起碼有七分熟 那持續的攪拌 到它已經開始定型了之後 就稍微離鍋 用最小的火 用餘溫去控制它 這時候就用攪拌刮刀 去開始刮它的旁邊 然後接著先從一邊開始推過來 慢慢推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把它推過來 動作盡量越輕越好 就往下推 那推到鍋遠的時候 先讓它稍微再熱一點點 再讓它凝固一點點 接著我們就要一氣呵成 把它稍微再往內翻 有沒有看到它就變成一個感染的形狀 這時候一樣喔 用小火持續讓它慢慢的煎 中間讓它熟成 因為畢竟還是要吃到全熟 除非你選用的蛋是有機的 或者是那種比較好的 你可以接受吃到半熟 不然如果一般的蛋 我建議還是讓它悶到全熟 你可以準備一隻叉子 或是牙籤 去吃你的歐姆蛋看看 看它蛋液會不會再跑出來 如果沒有跑出來 蛋就是熟了 這樣就可以起鍋 我們就來盛盤吧 歐姆蛋煎好了是不是很完美 有沒有 燙燙燙的 可是這歐姆蛋不行對不對 因為畢竟是早餐嘛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要加一點點麵包 一樣用一個平底鍋 當然如果你家裡有烤箱 你可以用烤箱 一邊在煎歐姆蛋的時候 一邊就是用烤箱把它烤熱烤上色 那我們就一樣用平底鍋 讓它稍微烤個兩面 金黃脆脆的感覺 今天準備這個是全麥的麵包 如果你自己在家裡方便 你就是隨便麵包也可以 或者是你不想要麵包也沒關係 那你就準備一個 煎麥啊或者是優格啊 或是水果啊都可以 就把它放在旁邊 那我們麵包烤上色之後 就先把它取出來 待會再進行擺攀 那接著我們在鍋內 加入少許的油 我們就來煎蝦子吧 這邊的蝦子的話 就是準備了一般的白蝦 那我們有把它剖下處理過 沒有蝦子的話 你也可以用雞胸肉 燻鮭魚都可以 那種方便好取得 蝦子的部分就是把它乾烤 那煎上色之後 就可以稍微進行調味 加入少許的鹽巴 然後以及胡椒 那我個人喜歡加一點香料粉 讓它變成有不同的風味 這裡畢竟是早餐 要吃的比較輕盈的話 我就不需要過度的調味 那我們蝦子煎到什麼程度呢 看這個側面 看它的側面幾乎就已經快熟了 這樣待會就可以把它起鍋 那我們就進行排盤吧 香草鮮蝦母蛋完成啦 我們就來進行試吃吧 剛才斷面秀 哇 真的太漂亮了 漂亮掉了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竟然可以這樣在家裡操作喔 好 我們剛剛有切開 哇 你看這個旁邊 有夭壽喔 別什麼日本那個玉子燒還嫩 對不對 沒有 又生那個很棒 而且是小幫手煎的那個更漂亮 來 你看 哇 那個中間 要熟不熟的這個階段 哇 真的是好 很嫩 熟度剛剛好非常漂亮 你看這個顏色可以想像出這個嫩度 在家裡自己做這種輕盈好料理的話 不妨試試看 做這個歐姆蛋 照著我的步驟去走 絕對不會臭 不會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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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是啦 東西還卡在這邊不會臭 OK 米澤的輕盈好實在 今天就介紹這個香草鮮蝦 歐姆蛋給大家 想要再看我什麼做輕盈的好料理呢 記得訂閱我們料理123 及我們每一位師傅的頻道 OK 我是米澤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